刘教授 本来是为了治肾病的 可是他为什么吃了这个药之后 他的肾脏疾病反而更加严重了呢 其实中药相关的肾损伤也是非常常见的 那么这里边对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马都林酸肾病 早些年的龙胆泻肝白 用了之后引起了相当一批尿毒症 肾衰竭的患者 因此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所以药也不能随意乱用 如果没有专业医生的指导的话 用了就有可能导致我们肾脏的损害 我们吃药呢 都是为了治疗某些疾病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药物 通过很多的不同的机制 可以造成肾损害 比如说我们经常用一些解药针痛药 大量的出汗 那么会造成我们体内的水分不足 那么引起肾损伤 那除了吃感冒药之外 还有其他的药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吗 除了感冒药之外 实际上我们常用的很多的药 都可能引起肾损伤 那么比如说非常常见的一些抗生素 抗生素应该说是西药里面最常见的 导致肾损伤的最常见的一大类的药物 在这里面损伤可能发生概率最高的 实际上是我们所谓的安基糖代类的药物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烧感冒腐泻 会去打这一类的所谓安基糖代类的药物 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打完之后 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肾脚管的损伤 出现急性的肾衰竭 第二大类的药物就是治疗消化到疾病的 我们叫质子风抑制剂 也就是抑制胃酸产生的药物 这一类的药物也是现在造成 生存伤非常常见的一类的药物 所以正在应用这一类的药物的患者 也需要引起的注意 第三类就是还有一些降压的药物 你比如说我们叫沙坦或者普利类的药物 它本身是降低血压 降低肾小时候工作负担的这样一类的药物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比如说在脱水的状态 或者存在这个肾动脉狭窄的时候 或者体内的水容量不足的时候 那么都可能会出现急性的肾损伤的这种风险 第四大类呢 其实是以前我们不太关注的 或者容易被忽略的药物 也就是抗肿瘤的药物 现在在门诊呢 经常会看到一些患者 打了几次化疗之后 肌肝就逐渐的升高了 那么升高之后呢 那么就要停下化疗 那么就会面临肾脏的受损和肿瘤治疗 化疗之间这样治疗的一个矛盾 因此呢 这种肿瘤相关的 药物相关的胜损伤 也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这种肿瘤和肿瘤的